出师未结身先死 尝试英雄泪满尽 杜甫的这首诗 就是对蜀汉丞相诸葛亮最恰当的描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棋子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陕西宝鸡的祁山县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 是跟三国有关的 说起诸葛亮啊 就不得不说两个地方 一个是诸葛卢 还有一个就是武藏园 这是一带传奇出山 还有陨落的地方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 祁山的武藏园景区 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祖国亮并逝的地方 整个这个景区呢 是一个高点 我们站在停车场 就可以俯瞰远处的 祁山县城了 这一片 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区域呢 应该是蔡家坡 然后在远处 那个山边是祁山县城 从初出茅庐 到赤壁敖战 再到入主西川 七秦梦获 六出齐山 诸葛亮的一生 是传奇的 从茅庐开始 在武藏园结束 把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蜀汉 诠释了什么是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个武藏园的门票呢 是三十块钱 我现在就已经 来到景区里面了 走进景区之后呀 眼前的景观 就更直接了 更直观了 前面也没有树木的遮挡 关于这武藏园的位置呢 一直是有争议的 也有许多说法 有人说武藏园 不应该是在这儿 其实我认为 这个观点啊 是错误的 武藏园就应该 是在这个位置 有两点可以佐证 咱们就一边游览景区 一边去聊一聊 我们走进景区之后 最先来到的 就是诸葛亮庙 在庙前呢 有一个这个 竹简的造型 上面写着 诸葛亮的初始表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记载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帅大军出邪谷道 屯田于卫宾 司马懿聚首不出 八月 诸葛亮足以武藏园 斜谷也就是如今的包斜道 谷口在梅县 诸葛亮的目标是 命人抬关向南 直到绳索断裂 即可埋葬 诸葛亮墓呢 是在汉中免县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位置 来推断武藏园的大概位置 整个景区里面呢 是非常清幽安静的 穿过八卦亭 我们就来到了正殿 正殿里面供奉的 就是诸葛亮 在店里呢 还有非常显眼的几块牌匾 写着北定中原 降向诗表 出降入向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诸葛亮的衣冠种 在衣冠种的周围呢 一共建有二十八根石柱 这就象征着 诸葛亮辅佐了 刘备刘善父子二十八年 武藏园北滨渭河 东陵武宫水 背靠秦岭山脉 为三面凌空 两面环水的天然高地 根据地理通建室记载 武藏园高约二十米 南北长约三千五百米 东西宽约一千米 地势显耀 并且是居高临下的 视野特别好 顶部呢 又较为平坦 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武藏园这个名字的由来 也是众说纷纭 主要呢 是有这么几个说法 第一呢 就是有人说 因为秦二世西巡到这儿的时候 源头曾经刮起过武藏陈柱大风 所以由此得名 第二呢 是有人说 这里原来呀 是叫武石藏园 但是后来口口相传 就变成了武藏园 第三 还有人说 武藏园是一个葫芦形的台园 最窄处呢 只有武藏左右 所以叫做武藏园 最后一种说法 就是说 武藏园呢 它的地形 特别像汉代的武朱前的武字 原来呢 称作是武藏园 后来是由于 藏状不分 就误传为了武藏园 现在在我身后呢 是月鹰殿 黄月鹰是诸葛亮的妻子 诸葛亮这传奇的一生啊 跟他的妻子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这个景区里面呢 还有一个八卦迷宫 这个八卦迷宫的设计 在某些方面呢 也是呼应了诸葛亮这个人物 我走出来了 还算是比较简单 就前面这一小部分 我们从景区的苏略图上 也能够大致地看出来 迷宫它的范围 确实是挺小的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牧牛牛牛马 整个这个五丈岩景区里边 不算大 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就能转完 里面主要的看点呢 就是诸葛亮庙 还有诸葛亮的衣冠种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八卦迷宫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东西 拜拜 优优独播放